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 深度工作如何有效使用每一点脑力 这本书中文版大约16万字 接下来我会用19分钟的时间来为你解读书中的精髓 在竞争激烈的信息经济时代 如何利用深度工作转变工作习惯塑造核心竞争力 说到工作 相信每一个人都想在职场当中脱颖而出 可是要怎么样才能在职场中胜出呢 大多数人都相信爱拼才会赢 以为只要在职场当中多做事情提高工作技能就可以胜出 这样看完全没毛病 可现实中人们在工作时时间总是显得不够用 短信微信QQ消息不断 邮件还有很多带回复的 领导开会要用的月报表还没有赶出来 PPT还没有做完 真是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来做事情 人们在工作时经常会同时进行多个任务 并且随时切换 比如做PPT的时候看到有微信消息会马上回复 做报表的时候邮件进来了就立马打开邮箱 我们以为快速反应就可以让工作的效率更高 但结果往往是差强人意 作者卡尔纽波特在《深度工作》一书中说 一项工作如果被各种小事干扰的情况下还能进行 那这样的工作多半都是容易复制 对认知要求不高的 这类工作不会带来太多的新的价值 尽管忙碌 但是成效甚微 这就是典型的浮潜工作 浮就是浮躁的浮 浅是深浅的浅 浮潜工作最大的危害是注意力被严重分割 很难专注做一件事情 也很难静下心来思考 所以真正想要在职场上胜出 就需要深度工作 深度工作就是注意力高度集中 没有干扰 认知能力达到极限的工作状态 深度工作可以带来高价值的产出 而且难以复制 深度工作这个概念 就是本书作者卡尔纽波特提出的 卡尔纽波特一直是深度工作的践行者 他是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博士 乔治成大学计算机科学副教授 畅销书作家 除了这本书之外 他还著有如何成为尖字生 如何考进世界顶尖名校 优秀到不能被忽视等畅销作品 作者坦言 深度工作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要从根本上改变以前的习惯 这显然是不容易的 不过不要灰心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 如何有效使用每一点脑力 这本书会给我们指出有效使用脑力的方法 通过这些方法就可以达到深度工作的状态 在介绍这些方法之前 先来讲讲 为什么我们很多人都做不到深度工作呢 我们做不到深度工作的一个原因 就是一个叫做最小阻力原则的心理学规律 阻碍了我们 最小阻力原则是说在工作环境当中 人们会优先处理简单的 容易操作的 会迅速得到反馈的工作 比如说重要的商业报告需要花费几个小时 而发一封邮件只需要几分钟 那么我们经常就会本能的选择先发邮件 而把报告放在一边 虽然知道报告是一定要做的 可是当邮箱提醒有邮件的时候 还是会先去看 因为相比写报告 发邮件更容易更简单 阻力最小 长此以往在重复大量简单的工作任务之后 大脑就会进行重新编排 形成一种思维定势 在遇到复杂困难工作的时候 一不小心就会切换到简单任务上 比如说你正在写文案的时候 微博里有一个新消息提醒 看了消息以后再回过头去写文案 就会觉得写文案太费脑 很可能就继续刷微博去了 我们很多人会觉得正经事还是要做的 但刷完微博朋友圈再做也不迟嘛 不就是切换了下注意力而已 但我们的错误就在于 把随时切换注意力当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了 但事实是大脑不是随时都能变得专注 集中注意力是需要训练的 斯坦福大学的克里弗德纳斯博士说 平凡的切换注意力会对大脑产生负面影响 时间长了就会变成一种心智残疾 平时玩手机刷微博打游戏这些行为看似无害 其实大脑已经习惯了这种浮浅的状态 不会再进行深度思考了 另外人们在收发邮件应付各种琐事的时候 意志力也在不断的消耗 但意志力一天也就那么多 大脑可不管你是把它用在浮浅工作还是深度工作上 消耗完了也就没有了 等你再想要进行深度工作的时候 会发现压根就不能专注了 因为意志力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讲阻碍深度工作的第二个原因 忙碌代表生产力的思维定势和偏见 忙碌代表生产力的现象最早出现在工业时代 那个时候大部分是流水现实的工作 衡量一个人自身价值的指标 主要是看生产东西的数量 一个人单位时间里能生产出更多数量的东西 就代表这个人能力强 而生产更多的东西显然会变得更忙碌 但信息社会不一样了 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指标多得不得了 每个公司都会有各种绩效考核 岗位不一样 考核的方式就不一样 尽管有那么多可以体现个人价值的衡量指标 但是忙碌代表生产力的这种影响 却还一直都在 比如有的领导就会说 我半夜经过某栋办公楼 人家还灯火通明的 看看人家的员工是多么的爱岗敬业 职场中的很多领导以为 白天忙到飞起 晚上还加班到深夜的就是好员工 平凡的参加各种会议 不停的收发电子邮件 就能证明职场价值 这说明工业时代的思维定势和偏见仍然存在 这种思维定势和偏见让我们的工作越来越流于表面 深度工作所需要的高度专注就自然不被重视了 最后我们来讲阻碍深度工作的第三个原因 网络中心主义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 网络被看成了时代进步的象征 不使用网络的人会被认为跟不上时代的潮流 我们走在大街上到处可见低头足 有一组数据显示 2016年中国人每天使用手机上网的时长 接近四个小时 超过七成的受访人表示 根本无法想象断网的生活 很多人之所以会对上网上瘾 是因为他们认为 如果不使用这些网络工具 就会错过某些可以带来收益的好事 这种思维模式 作者称之为任何益处思维定式 比如说你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动态 引来很多人的点赞评论转发 这时候你就会想 原来有那么多的人关注我 顿时就会觉得很有存在感 再比如说 有人经常在写作论坛上和人互动 觉得这样既可以交到朋友 又可以提高写作水平 但事实是 使用网络工具 虽然能给你带来一些好处 但需要用在深度工作上的时间和注意力 也就都被分散了 跟损失的时间和注意力相比 这些好处其实是得不偿失的 说到这里 相信你已经明白了 很多人不能深度工作的原因 的确 深度工作是不容易的 需要克服很多本能的欲望 也需要不断地进行刻意练习 作者在这本书中 就介绍了一套实用的练习方法 通过不断地练习这套方法 你可以逼近自己的认知极限 更高质量地去工作 好 那首先我们就讲讲 进行深度工作 你要做的第一步 选择一套深度工作的日程模式 关于深度工作的日程模式 作者总结了四种类型 第一种 禁欲模式 意思是说 把自己放在一个完全独立的 不受任何干扰的环境里 切断和外界的一切联系 举个例子 科幻史诗巨著飞跃修道院的作者 尼尔斯蒂芬森 就采用这种模式工作 他的个人网站上没有电子邮箱 没有邮寄地址 也很少接受对外的活动 他说 如果我的生活当中 能安排出很多较长的 连续的 不受打扰的时间块 我就可以写小说 如果这些时间支离破碎的 我的小说作品产量 就会大幅下降 记住 禁欲模式需要有大块的时间 需要和外界隔绝 这种模式 是和高度自律 且目标明确的自由职业者 接下来第二种 深度工作的日程模式 是双峰模式 就是把个人的时间分成两块 一块用于深度工作 一块用于浮潜工作 在深度工作的时间里 就像禁欲模式一样 高度集中精力 没有任何干扰 这里深度工作时间的划分 可以是以周为单位 以月为单位 也可以以年为单位 主要参考个人工作生活的实际情况 比如说按周来划分的话 可以在一周的时间里 用四天做深度工作 另外三天做浮潜性的事务性工作 举个例子 沃顿商学院最年轻的教授 亚当·格兰特 就是采用双峰模式工作 他把一年的时间分成两个大块 秋季学期是集中教学的时间 学生在这个时间段里 是可以随时找到他的 撑下两季 则是他搞研究的时间 这段时间里 他会进入深度工作的状态 为了能最大信度的专注 他会和外界切断一切联系 另外 秋季教学的时间里 他又按照周来实施双峰法 比如可能会连续三四天的时间 进行学术论文的写作 在这段时间里 为了保持专注 他也会选择与世隔绝的方式 如果你是搞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人 又要和外界保持联系 这种深度工作的日程模式 就很适合你 第三个模式是节奏模式 节奏模式是说 我们可以在日常工作生活当中 找出一个时间段 在这个时间段里不受干扰 如果你在一天里有一段时间 注意力最集中 那么就安排在这个时间里做深度工作 形成一种节奏 举个例子 拿写作来说 有些人认为早上精力充沛 那就可以固定在这个时间段里 不受干扰的写作 而有些人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 才有灵感 那么就可以把写作的时间 安排在晚上 这种在固定时间深度工作的节奏模式 是最适合大多数职场人的 毕竟在现实生活当中 不允许你连续消失几天 最后这种模式有点难 叫做记者模式 是说在日常工作的时候 随时利用空隙 插入深度工作的模式 举个例子 美国最优秀的杂志记者之一 沃尔特·艾萨克森 平时的工作是没有周末的 只要有新闻 就要立马外出采访 工作强度很大 很少有大块的时间 可是他在高强度工作的期间 竟然写了一本近900页的书 方法就是在空闲时间 随时切换到深度工作模式 艾萨克森能娴熟地使用这种模式 是他多年来做记者训练出来的结果 但这种模式并不适合 刚接触深度工作的新手 如果你的工作节奏很快 找不出一整块的时间 那你就需要近缝插针地 利用你的空闲时间 持续地练习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深度工作的技巧 循序渐进 总之 根据个人工作的实际情况 找出一个适合的深度工作日程模式 是进行深度工作的第一步 接下来我们来讲深度工作的第二步 培养出适合的深度工作习惯 你肯定听过习惯成自然 当你把深度工作的状态 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时 大脑就会更加容易进入到深度工作的状态 这个时候的阻力最小 消耗的意志力最少 养成深度工作的习惯 需要先找到一个不会被打扰 可以深度工作的场所 比如安静的图书馆 然后设定出深度工作的时间 按照这个时间严格执行 在这段时间里不使用任何与工作无关的电子产品 比如你可以设定要在20分钟的深度工作时间内写多少字 注意要像跟时间赛跑一样严格执行 你甚至可以设定一个超出你目前能力范围一点点的截止时间 比如平常20分钟你只能写300字 但在进行深度工作的时候 你就可以设定这20分钟一定要写500字 通过一点点的逼近自己的极限 提高深度工作的质量 为了能更专心的进行深度工作 还可以做一些辅助性的动作 比如把需要的资料都整理好放在桌面上 为了头脑更加清醒 开始深度工作之前喝杯咖啡等 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写作时间 就有一套严格的安排 比如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 泡好咖啡 吃完点心 开始写作 直到写完4000字为止 这个习惯他已经坚持了38年 当然没有哪一种深度工作的习惯 是绝对正确的 一定要结合自己工作生活的实际情况 不断尝试 只要努力地培养出正确的 适合的深度工作习惯 就可以让大脑轻松进入专注的状态 经过不断地摸索 培养起来深度工作的习惯 要怎么付诸实践呢 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第三步 像经商一样执行 商人的目标特别明确 那就是获取更高的利润 作者认为 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 也应该像商人一样 把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任务上 一切和这个任务不相关的事情 都要为他让步 具体做法是 首先你要有一个明确的 极端重要的 能激发热情和动力的目标 比如说 作者设定在未来一年里 发表五篇高质量的论文 这个目标有助于他凭教授职称 所以作者的动力十足 确定目标之后 要用引领性指标 来衡量能否成功的程度 那什么叫做引领性指标呢 比如说 如果你想知道 即将上市的面包是否受欢迎 引领性指标就是 试吃样品客户的数量 通过从试吃客户收集来的样品评价 就可以在产品正式上市前 对样品不足的地方进行改善 再举个例子 假如你的目标是业绩提高50万 那么就要把注意力放在具体 每月要签多少单 每周要拜访多少客户 每天要开发几个异项客户上 利用引领性指标制定好目标之后 还要在积分板上记下每次深度工作的时间 定期回顾时 可以更加有效地做出调整 随后我们来讲讲深度工作的第四步 定期休息大脑 作者在书中建议 当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 即使有些工作没做完 也要给大脑一个暗示 今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了 不要再回顾白天的工作 不要再查看邮件 总之不要做和工作相关的任何事情 让大脑得到休息 这看起来和我们以往的认知都不太一样 平时工作当中 如果有项任务没有完全完成 做了一半放在那里 心里总会觉得不踏实 于是就加班加点也要做完它 那么作者为什么会建议我们定期休息大脑呢 首先 根据刻意练习理论的创始人 安德斯·艾利克森的研究发现 人们每天用于深度工作的极限时间是有限的 对于职场信任来说 每天的极限时间为一小时左右 对专家来说 最多也就四个小时 也就是说 白天常规的上班时间 如果都用来进行深度工作的话 深度工作的时间已经被用到极限了 这时候再加班也得不到高质量的产出 另外 注意力复原理论认为 人们屏蔽工作 在轻松的环境当中 可以让注意力得到复原 比如和朋友聊天 听听音乐 陪伴家人 相反 如果在下班之后 还不停地收发邮件 赶工作进度 这会让大脑得不到充分的放松 注意力得不到复原 对第二天的工作来说 效率只会变差 作者就有个习惯 坚持在每天五点半之后就停止工作 他把这种坚持叫做固定日程生产力 就是确定在某个固定的时间段里不再工作 让大脑休息 让注意力得到恢复 总之 让大脑得到休息 可以提升深度工作的质量 好了 说到这里 深度工作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讲完了 这是一本非常值得一看的个人管理类书籍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两个内容 为什么很多人做不到深度工作 主要在于最小阻力原则 忙碌代表生产力的思维定势 以及网络中心主义 深度工作的方法总结起来主要有四步 就是选择适合的深度工作日程模式 培养出适合深度工作的习惯 像经商一样去执行和定期休息大脑 当今时代的社会 科技发展迅猛 机械自动化的程度越来越高 很多企业也更加倾向于选择新机器 在深度工作这本书当中 作者强调 未来有三种人不但不会受到影响 反而是智能机器时代获益最大的一方 这三种人就是细分领域的翘楚 高级技术人员 以及拥有大量财富的人 普通人可能无法拥有大量财富 但想要成为细分领域的佼佼者 或者擅长使用智能机器的技术人员 就必须进行深度工作 输出高质量的产品 希望你能够按照本书的观念和规则 将自己的头脑发挥到极致 赢得职场竞争力 好 深度工作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儿 精华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